大家好 这里是微雨时光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那部《惊悚悬疑》大片《盗梦空间》 在这部影片里 主角科比可以进入睡眠状态下 人的潜意识盗取珍贵的商业机密 但是电影里呢 他却接到了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不是去别人的梦中盗取资料 而是要去植入意识 他被要求去一位商业巨头儿子的梦中 去植入一个意识 让他卖掉自己的生意 这部大片曾经吸引了多少人反复的观看和研究他琢磨不定的剧情 人们都觉得这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 能够去到别人的梦境里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去盗取甚至去植入意识 这就更加让人觉得玄幻了 但是今天这一切都将成为现实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2020年麻省理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Adam Horowitz 他和他的研究团队致力于研究通过干预 使睡眠中的人产生特定的梦境 他们把这种技术叫做定向梦境孵化 他们开发了一种交互手套 把这种手套叫做Dormio 如果带着这个手套进入睡眠跟这个手套相连接的应用程序 就会播放一些特定的指令 这项指令可以是画面 音乐 也可以是语言 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找了49个人来参与这项研究 他们在入睡以前被提示回忆一个记忆中的一棵树 入睡以后Dormio手套会采集他们的脑电波数据 根据分析了解他们的睡眠状况 并且唤醒他们 询问他们梦到了什么 在做了记录之后他们又进入睡眠状态 这样反复的定向暗示和采集他们的梦境 67%的人都在梦中梦到了这棵树 这个实验成功的让实验者梦到了特定的主题 听起来好像很神奇 科学家们也表示 这个研究可以改善人的记忆力 激发更多的创造力 但是一个不可以回避的伦理问题是 这是一种脑控方法 通过这样的一种研究 最终可以控制人类在睡眠状态下的思维 盗梦空间里盗取潜意识中的机密信息 或者在睡眠状态下植入指定的信息 就会成为现实 广告商在这项研究成果 看到了商机 在不久前的超级杯比赛中 有一个被取消的广告 就是关于梦境定制 科学家和视觉艺术家们合作 将固定的广告产品通过一些视觉植入到人的梦中 看来这些科学研究已经慢慢的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细思极恐呢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这是一段中国军事科技频道播出的节目 专门是讲美国 怎么样利用脑控武器来参与战争 其中说到 脑控武器的原理是 制换效应 利用外界信号 使敌军做出不利自己的行动 甚至缴械投降 还说目前脑控武器主要分三类 电磁波武器 这段影片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说一旦这类武器被滥用 就会控制人民 无论是在私人住宅 公共场所 工作和生活场所 还是在交通工具上 被秘密选定的受测试者 都会受到这种神秘武器的放射性影响 造成很大的伤害 至于这个影片中说 苏联曾经将这种声波武器 归类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西方国家也承诺不研发这种武器 但是很多国家实际上都在秘密的研发 这个影片是在2010年播出 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中国的军事节目 就对脑控有非常清晰的阐述 2012年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 发表了一篇论文 题目是意识控制武器 与行为学图像数据库的建立 文中介绍了意识控制武器 又叫做思想控制武器 它的实施对象是人 可以从视觉听觉触觉 味觉 嗅觉 情绪 潜意识 梦境等等方面 对人进行控制 使人产生愤怒 恐惧 羞耻 悔恨等情绪 最终使受害者整日处于不良的精神状态 甚至引导人自杀行为 意识控制武器可以通过物理化学以及时空方式实施 其中时空方式直接作用于人的意识 文中还称 意识控制首先要选定特定的人群进行意识控制 然后通过行为学分析 建立起视觉 听觉 触觉 味觉 嗅觉等行为数据库 再按照意识控制武器数据库 分为攻击性和防御性数据库 以开展武器伤害和医学防护研究 根据网络媒体报道 美国早年曾经承认拥有美杜莎脑控武器 美杜莎的英文是Mobile Access Deterrent Using Silent Audio 意思就是使用无声音频对暴民过渡行为进行干涉 从这个名称听起来 这种设备的用途是为了制止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这种设备通过高频信号直接作用于大脑 使人脑产生恐惧或者幻听 根据研制者的介绍 这种脑控武器是通过声波影响人体 它将声学和微波学连接到一起 通过噪音来干扰人脑 虽然是非致命性的 但是如果大脑经常受到这种声波的影响 会产生中风现象 强大的声波会伴随着大量的热量 引起身体无法承受的痛感 3毫米长的波分子只要进入身体0.3-0.4毫米 皮下水和血分子会瞬间可以沸腾 这个时候人会感觉到肩力疼痛 大约温度是45-50度超过人体痛感的极限 即使离开辐射区痛感还是不会消失 研制这样的一种脑控武器的公司 是内华达山脉股份有限公司 我去搜索了一下相关的链接 这家公司真实存在 不过却没有关于美杜莎的任何信息 据说专利号以前也能够在网上查到 现在都已经被删除了 近年来 网络上关于脑控受害者的信息 却是越来越多 我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 接触到的脑控受害者至少有5名 他们通过不同方式跟我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他们多数是在中国大陆开始的 到了海外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控制 有一位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成为了实验对象 根据描述 他们被某种电磁波或者是声波干扰 产生幻听 感觉总有人在跟他们说话 或者在辱骂他们 有人觉得大脑时刻被监控 有人感受到大脑被力气敲击而非常疼痛 无法入睡 无处可逃 好像走到哪里都会被脑控 这种症状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精神疾病 但是被脑控的人都一致的认为 他们自己的精神是正常的 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被脑控 只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被脑控的人甚至会被控制去做一些极端的行为 大家应该听说过 泼墨女孩董琼瑶 她就是脑控的受害者 根据网上可以搜到的信息 在中国 日本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美国 加拿大等等 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脑控的受害者 应该说脑控武器的出现 要远远的早于人们对它的知晓 当人们开始知道脑控这个词的时候 已经是脑控武器 研究应用到普通人群 并且在世界各国开展了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叫法 苏联叫做电脑幻觉病毒 美国叫做非致命武器 加拿大有些叫做电子神经病毒 香港叫做脑部收音机 日本叫做人体道听设备 中国叫做意识控制武器等等 随着脑控研究的发展 越来越深入和广泛 除了电磁波 声波和光波 现在已经发展到AI领域 大家应该还记得2020年的8月 埃隆·马斯克展示了他旗下公司开发的一支 被植入芯片的株 通过脑机对接技术 这支脑部被植入芯片的株 它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被监控和预测 去年马斯克已经申请在人体上进行试验 据说这项试验可以用来帮助恢复记忆 或者是帮助颈椎受损的人 就像克隆人技术一样 当人体可以通过克隆器官 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 但是同时克隆人所设计的道德问题 才是人们最关注的 同样这种脑机对接研究 说白了就是通过AI技术 对人或者动物进行脑控 虽然可以帮助一些病患 但是更危险的是他对人脑的控制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更加可怕的实验 1950年代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德尔加多博士做了动物实验 给动物大脑中植入电极 然后对电极施加脉冲 使原本非常友好的两只猫开始激烈的搏斗 哪怕他们精疲力竭也不会停止 在实验中较小的猫在失去战斗力之后受到刺激仍然会表现出攻击性 德尔加多博士还做了一个公牛的实验 他用电极给一头公牛大脑连接 然后在斗牛场的中央放置了一个披着斗篷的小型发射器 结果呢德尔加多博士通过某种按钮 控制了公牛的进攻行为 公牛在接近目标几英寸的地方停顿了一下 就像被遥控了一样 他在报告中说在动物大脑中植入电极 就能够使动物做出可以预测的可靠性的反应 就像是被控制的电子玩具一样 他们还对人类做了类似的实验 被用来做实验的患者都是性格上比较暴躁 具有危险性 似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脾气的人 通过电子刺激 这些人的脾气都被控制住了 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实验 大家想象一下今天 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什么程度了 科技的发展 控制人脑所需要的受体 已经不需要外科手术来植入人的大脑 现代受体可以非常的小 以至于他们可以通过一些侵入性很小的方法 比如注射等等放置到人的体内 如果这是可行的 要给全世界的人放置芯片 那最好的机会就是全民强制注射疫苗了 有人会说我这是阴谋论 干脆我顺便再说一个阴谋论 崇尚极权统治的政府 利用脑控武器 控制人的思想 让他们做出极端危险的行为 制造枪击案等等 目的是为了取消美国人的拥枪权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 脑控一旦大面积的被使用以后 人民就会成为永远的奴隶 不管怎么样 控制人民永远是政府想做的 而科技被滥用 也是今天人类道德败坏导致的 人们以为科学的发展将引领人类 进入未来的美好世界 却不知道 当人们一边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捷 一边却被科技牢牢的控制 人类只有在精神上觉醒 才能够回归人性的美好 平衡科技带来的负面效果 好 很高兴跟大家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 我们的每个节目都致力于 唤醒沉睡的灵魂 如果喜欢微语的分享 别忘了订阅点赞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